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我们今晚的 FSM1投资良机和处巡2022线上讲座 在刚刚过去的牛年 全球市场牛熊交替 在牛年接近尾声之际 市场更是大幅向下调整 现在进入到虎年 市场上依然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 全球疫情反复 空胀升温 美联储加息 以及近期的俄乌紧张局势 都不免让投资者感到担忧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 投资者在虎年应该如何合理配置自己的投资组合 又有哪些市场和投资主题值得大家注意呢 在今晚的讲座上 我们邀请到了义丰集团旗下的研究分析员 来与您一同探讨虎年的市场前景和展望 并与您分享虎年的投资攻略 让您无需费九牛二虎之力 便可以轻松掌握虎年的市场脉动 我们今晚一共邀请到了三位主讲人 第一位是义丰新加坡的高级投资组合经理 游维仁先生 他今晚分享的主题是 虎入虎穴 焉得虎子 2022年不容忽视的市场和投资主题 今晚的第二位主讲人是义丰中国的基金经理 唐文峰先生 他今晚分享的主题是 虎虎生微还是虎落平阳 中国市场2022年前景展望 今晚的第三位主讲人是 义丰新加坡股票及挂牌基金分析员杨慧施 慧施今晚分享的主题是 新加坡房地产投资信托 是否将面临失虎当道的一年 他将与在座的各位投资者一起来探讨 新加坡房地产投资信托的前景和展望 那么话不多说 让我们即刻有请今晚的第一位主讲人 维仁来为大家分享一下 虎年的投资组合资产配置策略 以及值得重点关注的投资主题 维仁有请 好 谢谢主持人 各位观众 大家晚上好 我是一丰研究部的高级投资组合经理 尤维仁 那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就分享一下 2022年不可忽视的市场 还有一些关键的投资主题 以及投资者应该如何部署 今年的投资组合 那2021年呢 可以说是多事之求 那全球各国呢 依然还是笼罩在疫情的阴影之下 那这个传染性极强的Delta变种病毒呢 是迫使各国呢 就重新采取这个封锁措施 还有社交安全距离措施 那在去年年底呢 这个Omicron的爆发 更是让市场更加担忧 这个经济复苏呢 会受到严重影响 不过 尽管在抗疫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经历挫折 全球股市继续在2021年创下新高 取得超过20%的回报率 那这是因为全球政府呢 都采取这个前所未有的 这个财经刺激政策 还有这个货币宽松政策 而且发达国家成功推出疫苗呢 不仅是大量减少了住院 还有死亡人数 也让很多国家呢 能够解除他们的这个封锁措施 并重新开放经济 不过呢 尽管去年这个全球股市表现不错 但它的这个涨幅情况呢 并不一致 一些市场它的表现非常亮眼 那么同时呢 也是有一些市场 它的表现呢 就比较逊色一些 那我们从这张图中呢 就可以看到 美国和欧洲等市场 在2021年是零跑 那这主要呢 是因为他们的高疫苗接种率 还有慷慨的这个刺激措施 而另一方面 中国等市场呢 则是大幅度下跌 那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它是采取了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这个政策措施 当很多国家将这个新冠病毒呢 视为地方性疾病的时候 中国呢 它是坚持走清零政策 不仅如此 中国呢 它也是避免采用大规模的 这个经济刺激措施 那这与发达国家呢 是形成鲜明的对比 更重要的是 中国它在2021年 还加大了对科技公司的打压 那这让很多企业 还有投资者呢 都非常的担忧 这个中国科技业的未来 那我在这张图呢 用的是MSCI 中国指数来代表这个中国股市的表现 那这个股市当中呢 它的这个互联网板块的占比 是接近40% 所以很明显的 这个中国政府在去年 加强它的监管政策呢 引发了投资者对中国股市的恐慌情绪 那随着这个疫情进入了第三年 投资者要在2022年 做好正确的这个资产配置呢 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几页内容当中呢 我就会跟大家重点的分享一下 今年值得去留意的 几个关键投资主题 为大家今年的投资决策 提供一些指引 那说起2022年呢 我们是肯定离不开通胀这个话题 那美联储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 它是把去年的这个通胀问题呢 表述为暂时性的问题 然而经历了几个月的这个物价上涨 从食品到能源价格通通受到波及 越来越多证据呢 是表明通胀也许会持续一段时间 甚至可能延续到2022年 所以美联储呢 它在去年12月就终于停止使用 暂时性来表述通胀 而且预计呢 在今年将会加息三次来对抗通胀 但是在今年由于美国的经济 它现在是经历非常严重的通胀 所以有很多这个分析师呢 现在都已经认为 美联储今年的加息次数 应该会上调到五次 而有一些比较悲观的分析师呢 他们甚至是预计 美联储今年可能会加息七次 虽然这个加息次数呢 它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今年美联储加息 可以说是已经是成定局了 那这也意味着 2022年对债券投资者而言呢 可能会是棘手的一年 因为固定收益资产呢 它往往对这个利率的变动很敏感 当利率上涨的时候 这个固定收益资产的价格呢 可能会下跌 那股市又如何呢 今年美联储加息 是否会引起股市崩盘呢 这个答案其实并不一定 如果我们看看这个历史记录 我们就会发现 即使在利率上涨的环境之下呢 股市它也是能够继续表现良好 那例如呢 我们在这个2004到06年的这个加息周期 这美联储在这段时间呢 它是连续加息了17次 但是标普500指数呢 它在这三年内 它依然还是获得了10%以上的年化回报率 那同样的 在这个2016到2018年的这个加息周期里呢 标普500指数 它是获得了9%以上的年化回报率 当然在短期内呢 这个市场是会对这个加息有负面的 这个反应 就好像今年1月一样 还有在这个04年 还有这个16年 在美联储正式加息之前呢 这个股市它是有出现这个短期波动 但是以长期来看呢 即使在加息的这个环境之下 股市它也是有可能取得良好的表现 所以大家呢 就不需要为了应对美联储今年加息呢 而减持股票 那么我们的投资组合应该 应该去如何配置呢 在资产类别层面 比起债券 我们是认为股票呢 是更好的选择 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呢 在今年中股票 轻债券 在加息的环境下 固定收益资产呢 他们可能会更加脆弱 尤其是长期债券 除此之外 从这个估值的角度来看呢 股票呢 也是比债券更加具有吸引力 那我们放眼这个全球股市 美国可能是唯一一个 估值非常昂贵的市场 但是除了美国之外呢 其他的股市仍然还是有大量的投资机会 固定收益市场就不同了 我们是认为固定收益市场呢 整体上已经是开始变得昂贵 为投资者所提供的价值呢 是非常有限的 除此之外 当前这个 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呢 也是为股市提供了支撑 那虽然美国和欧洲的 他的这个经济增长已经开始放缓 但由于这两大区域的 他的这个家庭的资产负债表 仍然保持在健康的水平 所以当地经济增长呢 也将继续保持坚挺 亚洲方面 这个疫苗接种率呢 也是不断上升 这将有利于国内需求的持续复苏 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 确实是令人感到担忧 但是目前呢 是已经到了政府 不可以再忽视的程度 所以在近期 中国政府呢 已经开始放松一些的 他的政策措施 来支持今年经济增长 整体上来说呢 我们是认为这个宏观经济背景 大体上依然是良好的 应该能够支持 支撑今年的股市表现 那在全球股市当中呢 我们是建议投资者 减持美国股 因为从这个绝对估值 还有相对其他市场而言呢 美国股市其实非常昂贵 而且企业盈利增长 在去年的第三季 可能已经触顶 那加上市场呢 已经记录了很多 这个良好的因素 所以我们是认为呢 美国股市的下行风险 已经加大了 那在这里呢 我想说清楚的一点就是 我们不是预计 美国股市在今年 会遭到抛手 在短期内 可能会出现这个波动 但是我们要 我们要强调的一点就是 投资者在今年呢 投资者从美国股市 可以获取的回报率 在今年应该可能会开始偏低 所以我们是建议 投资者在他们的投资组合当中呢 减持美国股市 相比之下 欧洲市场 比较具有吸引力 因为当地的这个疫苗接种率呢 是处于较高水平 而且政府呢 也是推出了更多的支持性政策 尽管欧洲股市 在2021年表现强劲 但它的这个估值呢 依然还是处于合理水平 特别是相对于 这个美国股市而言 除此之外 这个欧洲股市呢 它一直以来都是高度偏重于银行 还有这个旧经济产业的这个价值市场 所以全球经济的持续复苏 在青在今年呢 将会为欧洲股市提供支撑 那除了欧洲之外 日本股市也是开始引起投资者的注意力 那事实上呢 日本是我们今年最看好的市场之一 我们认为它有这个潜力 赶上全球其他的发达市场 就2021年来看 日本股市落后于美国和欧洲 它的表现呢 其实令投资者非常失望 那这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日本的疫苗接种计划的开始 比其他发达市场会比较迟一些 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改变了 随着疫苗供应快速上升呢 日本的这个疫苗接种率 已经有大幅度的提升 甚至现在已经超过了美国 英国还有一些这个欧洲国家 那这将是有助于日本 持续重新开放经济 以及当地国内消费者支出的复苏 那日本政府呢 它的这个政策也是有望 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 它的政府呢 在近期所宣布的这个财政刺激配道 对日本今年的这个经济增长来说呢 应该是会有帮助 而且日本呢 它没有这个通胀问题 那我们从这张图呢 可以看出 虽然美国的这个核心通胀率呢 是徘徊在5%左右 但是日本 它的这个通胀呢 其实是一直徘徊在这个复属区间 虽然在近几个月来呢 是有开始上升 但是比起这个美国的这个通胀率呢 日本的这个通胀率是 就非常低 也就是说 日本的 日本在今年 它收紧这个货币政策的风险呢 几乎是不存在的 最重要的是 日本股市的估值呢 非常具有吸引力 特别是 相对于美国的这个股市而言 所以我们今年呢 是非常看好日本股市 建立投资者呢 可以在投资组合当中 增持日本股 那除了发达国家股市之外呢 另外一个我们特别看好的市场 就是中国 尽管中国不太可能采取 这个大规模的政策宽松 那我们是认为 目前中国经济放缓 已经是到了政府不可忽视的程度 那展望未来 我们是预计 中国政府将会进行一些 政策的调整 还有放松 那其实中国政府呢 它是已经开始放送的一些政策措施 那目前中国央行 它是已经对这个房地产行业 进行了一些微调 确保那些财务状况 健康的开发商呢 能够继续获得银行贷款 那除此之外 为了支持经济增长 中国央行呢 也是已经进行了降准 所以政策立场 是有转向促增长 而且今年中国的重点呢 是稳定经济 并保持这个经济增长 在合理区间 所以我们预计 政府在今年呢 将会实施更多的 这个支持性政策 更为重要的就是 由于投资者呢 他已经记录了大量的负面 这个消息 目前中国股市的估值呢 是处于股底水平 所以从估值角度来看呢 我们是认为 中国股市非常具有投资吸引力 那同样的 我们也是预计 中国科技业面临的这个监管压力呢 将有所缓解 投资者可以 有很多投资者 他们都以为呢 中国政府他们要压垮 他们的互联网公司 但他真正的目的呢 其实是为了要 这个保护消费者权利 确保这个互联网行业的 可持续发展 并维持这个社会稳定 那我们不要忘记 阿里巴巴 还有腾讯呢 这些中国互联网公司 他们自从成立以来呢 就几乎没有受到 任何的这个监管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政府加强 他们对科技业的这个监管呢 也不是没有 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那除此之外呢 中国科技业的这个长期前景 还是非常乐观 目前呢 中国它已经是全球 数字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但它的这个互联网市场呢 却是远远没有饱和 还是落后于其他成熟市场 就好像北美 还有欧洲市场等等 那随着中国呢 继续投资 它的这个互联网基础设施 特别是在这个农村地区 我们是预计 中国互联网市场呢 将会进一步扩大 那现阶段值得强调的一点 就是阿里巴巴 还有腾讯等的这些 这个科技巨头呢 它仍然还是处于 这个创新的前沿 在中国科技未来的发展呢 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同时 他们的自身发展呢 也是逐渐贴近政府的目标 投资 就好像云计算 还有这个半导体 等的这些关键领域 所以我们是认为呢 中国科技业面临的 这个监管压力 在今年呢将会有所缓解 而且在今年可能会实现 强劲的复苏 那说完了股市呢 接下来我们谈谈一下 这个固定收益市场 债券投资者在今年 应该如何去配置 他们的这个固定收益资产呢 那随着加息的到来 我们是认为这个 环球投资级别债券呢 可能会变得脆弱 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 因为他们对这个利率的走势 非常敏感 加上目前的估值呢 也是非常昂贵 那相比之下 这环球高收益债券呢 是为投资者提供了 比较高的绝对收益率 所以吸引力相对呢 会比较大一些 不过呢 目前这个环球高收益债券的估值 也是相当高 现阶段不仅这个债券收益率 是处于新低水平 它的这个信用利差呢 也是有大幅度的收紧 对于这个新兴市场债券 我们同样也是持有这个减值的态度 因为这个板块的收益率 还有利差呢 在过去的一年 也是有大幅度的下跌 更重要的是 这个新兴市场债券呢 它的存续期都开始偏高 所以在利率上涨的时候呢 会比较容易出现价格下跌 那么由哪些固定收益板块 是值得去投资的呢 那我们是认为 投资者应该选择短期债券 也就是指那些在 一到三年内之内 到期的这个债券 因为他们的这个年 他们的年期较短 所以短期债券所面临的 这个存续期风险会比较低 对利率变动的这个敏感 比起其他板块呢 会比较低一些 那除了短期债券之外呢 我们特别看好的一个板块 就是这个亚洲高收益债券市场 那由于中国呢 对房地产开发商呢 进行打压 在2021年 亚洲的高收益债券板块呢 是有这个大幅度的下跌 目前它的收益率 是超过10% 也是当前固定收益市场上 最高的水平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个板块的这个信用利差 也是有大幅度的扩大 也就是说 价值呢 开始已经变得有吸引力了 那事实上 当前的这个 这个信用利差呢 它是似乎表明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 将会出现大规模违约 但我们认为呢 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小 因为大多数的中国开发商 它已经加大了这个 去杠杆力度 所以这个行业的整体 这个信贷基本面呢 已经有所改善 那虽然我们是不排除 会有进一步的这个 违约情况发生 特别是在那些 小型的开发商当中 但是违约风险 应该是可控的 就政策方面而言 随着中国政府呢 近期转向支持经济发展的政策 我们是认为呢 监管打压的最严厉阶段 可能已经过去了 就房地产行业而言 中国政府已经实施了一些 这个支持性政策 确保那些财务状况 比较健康的开发商呢 能够继续获得银行贷款 还有这个抵押贷款批准 所以呢 我们是继续维持 这个增持亚洲高收益债券的立场 我们是认为投资者已经记录了大量的负面消息 亚洲高收益债券当前的这个估值呢 是足以补偿投资者所承担的风险 那下面这一页呢 是我们今天分享内容的一个总结 那在今年呢 我们是建议投资者 中股票轻债券 而在股票当中呢 我们是建议投资者超配日本市场 这是因为呢 我们认为日本市场 今年呢 是有望赶上全球其他的发达股市 那除此之外 我们也是非常看好中国股市 因为估值目前呢 是处于最低水平 非常具有吸引力 而中国政府近期的政策立场呢 也是更加利好他的经济增长 在这个债券市场当中呢 我们是认为投资者应该选择短期债券 除此之外 亚洲高收益债券呢 也是为投资者提供具有吸引力的价值 那当然 现阶段 Omicron的这个变种病毒的出现呢 是为我们的这个资产配置 增加了一层不确定性 由于有关这个Omicron的这个咨询还不全面 所以目前呢 下任何这个结论呢 都为时过早 不过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目前所知的这个信息呢 来进行我们的资产配置 那我们所知道的就是 当这波新疫情来龙时呢 各国政府他们迅速采取行动 努力的去遏制这个新变种病毒的传播 当Omicron刚刚爆发的时候呢 有很多国家他们在一天内 就对南非采取了这个旅游禁营 那这位这个医疗系统呢 是争取了保贵的时间来应对这个新变种病毒 我们回顾到这个当时Delta变种病毒爆发的时候 全球各国呢 他们过了好几周才实施这个旅游禁令 当Delta被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 认定为是一种variant of concern 令人担忧的变种毒株时 那这个病毒呢 已经传播到全球多个地方 那最终呢 是导致了一波又一波的新疫情 疫苗依然是我们对抗这个病毒的主要手段 那在这方面呢 目前是有一些好消息 首先大多数的这个发达国家 他们的疫苗接种率都很高 而且这个疫苗制造商也是表示 能够将现有的疫苗进行改良 来对抗Omicron 那除此之外 有早期迹象也显示Omicron的这个致命性呢 似乎没有像当初想象的那么高 那这个疫情呢 是已经进入了第三年了 Omicron的爆发呢 是让我们认识到 我们跟这个疫情的这个抗争呢 还远远没有结束 所以在短期之内呢 市场的波动性可能会继续保持在这个高位水平 而最好的应对方法 就是持有一个分散化的投资组合 那么如果大家呢 不知道怎样去构建一个分散化的投资组合 可以考虑我们的FSM1的管理投资组合 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Maps 那这个Maps呢 是一项可以为你建立这个监控 还有调整你投资组合的网上投资组合管理服务 那它可以让这个大家能够轻松的进行你的投资 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时间来管理投资组合的投资者而言 那最重要的是 大家就不需要投入大笔的资金 因为每个月呢 只需要500块钱呢 就可以拥有一个分散投资 全球股市 还有这个债市的这个投资组合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呢 就全部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 那现在呢 我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 谢谢为人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 中国市场表现不如人意 2022年是否能够迎来转机呢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一封中国的基金经理唐文峰 为大家重点分享2022年中国市场的投资前景 文峰有请 好 谢谢主持人 可以看到我的共享吗 嗯 可以看到 好 那么开始 各位投资者 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中国市场 2022年 今年应该怎么样做投资 那2022年的中国市场到底是苦苦生微 还是苦落平洋呢 好 那我今天的这个分享主要是会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想带大家回顾一下 展望一下宏观经济 然后第二个部分我会讲讲股市 然后第三个部分如果要投资中国股市的话 你有哪些行业和板块是值得投资的 那我在第三部分我会推荐三个行业 以及我看好的我们一封中国比较看好的一个板块 好 第一部分宏观经济 那宏观经济的话 我们认为今年是全面稳增长 所以稳字是非常重要的 那GDP的这个增速的话 我们预计是力增 保证有5%的一个涨幅 那那在讲今年的这个宏观经济数据之前 我想带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在19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比较长期一点的投资展望 那在19年的时候 我们当时有展望 中国有望在2026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第一大经济体 那这个展望的话 我们当时是基于中国的一个GDP增速通货膨胀 然后和美国的一个GDP增速和通货膨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预计在2026年是可以超过美国 当然如果我们用购买力评价 也就是PPP这样的一个GDP计算的话 我们其实中国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超过美国了 如果我们去看购买力的话 但是如果我们用美元去看的话 那其实我们还并没有 但我们预计是在2026年会超过美国 那宏观经济的这个增速 对于我们做投资重不重要 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这个对于不管是在美股 还是在境外的一些其他的成熟市场 是很重要的 在中国股市也是同样重要 为什么重要 我在这里给大家看一组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 就GDP增速与护升300的 护升300就是中国的一个index 主要的话就是达了上海交易所的180支 和深圳交易所的120支大盘蓝筹股 做的一个指数 那他们这个企业的盈利增速 他们的这个earning 然后跟他们这个index的这个投资回报 performance三种数据 如果我们去做一个相关性分析的话 我们会发现GDP的这个增长率 是跟企业的盈利增长率 大概有0.58的一个correlation 相关性 0.58 这个相关性其实不是很强 但是它至少是一个比较 正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然后对于这个护升300的话 对于这个index的这个performance的话 有0.54的一个相关性 也是一个弱相关 弱正相关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在 05年到06年的时候 GDP是稍微有所增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像那一年的这个index 这个performance 其实是有翻倍的 然后06年到07年 07年是有所正的增长 而且也是在10%以上 那我们可以看到index在07年 也是翻倍的一个增长 但是到了08年 我们可以看到 GDP增速从13.9%降到了7.1%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index 就是一个负的增长 然后09年又变成了10%以上的一个GDP增速 然后到09年又变成了一个正的一个增长 所以这个GDP的这个增速 那对于这个我们投资中国股票市场 那其实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参考意义 所以我们为什么觉得宏观经济 是比较重要的 那对于今年的这个展望 我们认为今年的GDP增速的话 如果能够保持在5%以上 其实就已经非常是不错了 为什么说是5%呢 很多人觉得2021年 中国GDP有8.1% 其实已经很高了 为什么突然间会降到5% 其实是这样的 如果大家去看去年的这个GDP增速的话 它的对比的增长率 如果它对比的话 它的这个base是基于它的这个基数 是基于2020年 那2020年大家知道 就是疫情全面爆发的一点 所以2020年的这个GDP增速 其实是很低的 所以如果base在用2021年的这个GDP 去对比2020年的这个GDP 那增长率的话 当然就会很容易变高 变成8.1% 但是如果我们对比一下 季度性的去进行一个对比 我们会发现 就是2021年的4季度 其实GDP的这个增速是很弱的 只有4% 所以4季度的 2020年的4季度 其实是正常的 所以去年的4季度 是很具有参考意义的 所以如果要保持GDP 5%的一个增速 其实是已经非常不错了 毕竟现在中国的经济体量 已经这么大了 不可能再像10多年前 10%以上的这个增长 那现在的话 如果能有5% 而且如果是高质量增长的话 那其实是已经非常可观了 那当然很多投资者 对于中国股市会有一些担忧 那担忧的话 主要是来自于几个方面 我今天因为时间有限 我不会一一覆改 但是我会讲几个 大家我平常跟投资者 进行交流的时候 我听说到的比较多的 那第一个的话 就是会担心这个通货膨胀 因为通胀现在在境外市场 特别是美股 那其实是已经 非常大的一个担忧了 已经连续好几个月 保持在6%以上 保持在6%以上 所以导致现在美联储 这个加息的这个政策预期 其实还是挺挺强的 然后还有就是缩表 那中国会不会有同样的这个情况 因为毕竟像2020年 2021年 因为疫情的这个影响 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央行 都大量的放水 采取了比较宽松的这个货币政策 那这样一来的话 势必会导致各个地方的这个通货膨胀 那中国会不会有同样的情况呢 跟美国一样呢 其实我认为这个不会需要有太大的这个担忧 为什么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图 左边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指数 一个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这个就是我们主要用来衡量这个通胀的 然后还有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 这个是用来衡量上游生产者的原材料的 这样的一个价格指数 我们可以看到原材料的这个指数 确实在去年前年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上涨 但是这个指数 其实它目前来讲 还没有完全的传导到CPI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CPI 中国的CPI 其实还是在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上涨 只有2%左右 其实中国的CPI的话 3%应该来说是一个均值 那过去两年 其实都还没有 过去的平均值都还没有达到 所以过去两年中国的这个CPI其实是比较温和的 但是PPI是涨的比较多的 所以在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跟材料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板块 其实涨幅是非常大的 那这个会不会传导到CPI呢 我们认为不会 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PPI我们认为未来几个月 它会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右边的这个图 PPI它其实它有非常好的一个 Leading Indicator 就是M1减去一个MR 就是狭义货币的一个增长率 减去一个广义货币的一个增长率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我把它提前6个月 然后去预测这个PPI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PPI 其实是它的这个涨幅是之后6个月 与这个M1减MR的这样的一个增速 而且一旦把它滞后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相关性是很强的 就是M1涨 然后PPI就会跟着涨 但是是在6个月之后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就是M1减去MR 已经在6个月以前 在半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下跌了 所以我们预计 就是PPI其实是会回落 会回落 所以对于这个CPI的这个带动 的这个压力会变小 所以通货膨胀 我们认为不用太过于担心 而且大家应该最近也关注到了 就是美联储虽然是在加息缩表 但是中国我们可以看到 央行的话 基本上还是采取了一个比以往 更加稍微宽松一点的 这样的一个货币政策 所以他们也认为 其实通胀目前来讲 不是中国经济最应该担心的 好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房地产危机 房地产危机确实在去年 对于市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拖累了整个中国股票市场的 一个表现 因为房地产它本身就是一个 权重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在中国市场 它影响到中国各个行业 那在去年因为强监管 所以整个行业的发展 变换 其中最大的一个事件就是 莫非于这个很大地产的 这个债务危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很大地产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债务危机 其实早在18年的时候 中国就开始了 各个方面的一个去杠杆政策 只不过后面因为疫情 所以导致这个去杠杆的这个政策 有所放缓 但是早在18年以前 就是中国政府就给各个银行 定了政策 就是说如果房企 它触及到了三个红线 那你们就不要给他们进行贷款了 那这三个红线的话 其实都是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些指标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恒大基本上是三个红线 是全产 这个现金与短债的这个债务比 是越高越好 但我们可以看到 恒大是远低于这个三个红线的这个要求 然后另外两个的话是越低越好 但我们可以看到恒大是超过了这样的三根红线 所以三根红线全产 基本上是没有跟着这个政策的引导走 所以它不爆雷的话 它不出现债务危机的话 那谁来出现债务危机呢 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另外一家房企 在中国的就是万科 我们可以看到万科早在19年的时候 那他们就开始喊口号 就是说活下去 这就是他们当时的这个口号 当时我们在内地做投资 我们就会觉得非常奇怪 怎么19年这个房地产市场还挺好的 为什么现在万科就喊出这样的口号了 所以它是非常有这个先进之名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万科 其实没有这方面的担忧 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危机 对所以不同的房地产企业 它是对于现在的这个宏观环境 是有不同的感受的 像恒大这种就会比较危险 但像万科的话 其实是比较好的 那我这里有几点判断 第一个判断的话 就是如果你投资了像恒大这样的 这种债券的话 我的判断是境外发行的 我的判断一个是这样的 就是去年肯定是严监管 那今年的话 因为要保这个经济的这个稳增长 我们预计今年 其实会继续收缩房地产债务 但是会比去年会要好很多 不会像去年做的那么激进 这是第一点判断 然后第二点判断 我认为我们这个境外的美元债 其实风险会比境内 就是同一样一个企业很大发行的 境外的美元债会比境内发行的美元债 发行的债券 我们认为它的这个更容易发生实质性的违约 因为主要跟投资者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 认知不同 在境外的发行的这样的一些美元债的话 其实境外的很多投资者 其实都是非常成熟的 也知道投资债券会有风险 然后也知道每天都会有这种禁止的这种波动 但是境内不同 境内很多投资者 他会把资金放到像银行 或者是一些你给我保证多少收益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里面 突然之间让他面对这样的一个债券违约 其实他们会是受不了的 所以这个的话就会给政府施加强大的这个压力 那政府就会把这个压力转接给恒大 那恒大的话对于境内的这个投资者 当然是会更加倾向于把这个资金对付给他们 然后第三点的话我的判断就是恒大的这个 不会引发系统性的这个金融风险 因为像我说的早在18年开始 其实政府就已经开始有各方面的这个打算 进行去杠杆 只不过恒大没有听话 但是其他的一些房企听话了 就不会有事 所以这是我的对于房地产危机的三个判断 好 然后前面是宏安经济 那接下来的话 我稍微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股市展望 那我股市展望的这个title就比较明确 我们认为就是股市现在已经处在合理偏低的一个位置 其实我在半年前也同样做过这样的线上分享 我当时的这个title是股市以至合理位置 但是现在的话我用的是合理偏低 因为特别是一月份的这种下跌之后 估值其实已经是相当便宜了 当然还没有到绝对便宜的位置 但是已经是相当便宜了 那对于今年我们预计 富生三百的这个预期涨幅大概是有15% 那为什么15% 我待会会给大家讲到 那在给大家讲之前 我稍微给大家回顾一下我们过去几年的一个观点 我们在这是我们每年都会做一个投资展望会 这是我们在过去几年的一个观点 当时在19年的时候 19年年初经过了18年的这个下跌 市场是非常悲观的 但是我们当时告诉我们的投资者 悲观市场中的乐观展望 我们预计富生三百会涨50% 就是两年的时间到2020年底会涨50% 后来在19年的时候 富生三百涨了30%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坚持正确的道路 我们坚持我们当时19年年初的这个观点 我们认为2020年 还有20%的一个上涨 还有20%的一个上涨 所以这里是两年涨50% 这里是涨了30%之后 还有20%的一年的一个上涨 所以后面市场怎么走来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是过去19年和20年的一个市场走势 19年一股涨了30%多 20年涨了20%多将近30% 如果累计增长的话 负荷累计增长的话 我们会发现涨了70%多 已经超过了我们50%的一个上涨 但是你要想到在19年年初的时候 当时市场是非常悲观的 没有人能够想到 就是有这么高的一个涨幅 那到了去年年初的时候 因为A股已经经历了两年的一个70%的一个上涨 很多投资就非常的兴奋 然后我们看到大量的这个资金就跑步入场 一月份的这个市场表现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 但是我们当时看到了A股的这个风险 我们当时告诉投资者 我们要启航新增程 就是你不要再看过去了 你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要降低收益预期 我们当时预计两年的时间 2021和2022两年加起来 涨幅只能有10%左右 所以这个收益预期是非常低的 当时我们讲这个观点的时候 像我们在上海和深圳都有投资展望会的时候 当时这个股市已经涨了5%左右了 但是我们说两年加起来只能涨10% 所以当时很多投资者认为 你不是两年涨10%吗 现在已经涨了5%了 那是不是接下来只有5%的一个上涨 所以我们当时也只是笑一笑 就告诉投资者 现在我们应该要注意风险 所以过完年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就开始大跌 市场大跌 如果我们看去年整年的话 不但没有5%的这个涨幅 甚至还跌了5% 就把前面的涨幅全部吐回去了 还跌了5% 对 那我们还对于今年我们是怎么看的 我们其实还是坚持之前的观点 就是两年涨10% 那既然去年已经跌了5%了 那么预计今年的这个涨幅 大概会有15% 其实我们的这个分析方法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 也是很传统的一个分析方法 就是看估值和盈利 我们觉得这个price 它是由earning和这个PE 估值来决定的 那比如说18年年底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PE是非常便宜的 只有10倍 CSI负成300的这个市盈率只有10倍 但是它的合理市盈率长期 应该保持在13倍 所以从10倍到13倍 有大概30%的一个涨幅 然后我们预计当时的这个earning 盈利 每股盈利的增长 大概会有20%多 两年价值也20%多 所以我们当时预计50%的一个上涨 但是在到了去年年初 也就2000年底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经过70%的一个上涨 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的这个PE估值已经有16倍了 但是合理的 像我刚才说的应该是13倍 所以它这个估值 其实已经高了20%过了 所以估值其实已经是比较昂贵的了 所以我们预计两年估值 未来两年估值应该要下跌20% 然后盈利呢 我们预计会有30%的一个上涨 所以价格 我们认为是有10%的一个上涨 就是如果站在去年年初的时候 去做涨幅的话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坚持 我们两年的一个投资涨幅观点 两年涨10% 去年已经跌了5% 所以今年我们预计是有15%的一个上涨空间 我知道今年开局其实是很差的 就是截止到今天吧 就是过完年之前 过完年之后 昨天稍微好一点 但今天还是比较差的 但是我们认为了 其实是现在是可以乐观一点 开局比较差 但是可以乐观点 这个的话有点跟2021年是反过来的 2021年的这个开局其实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们当时告诉投资者 我们应该要降低我们的收益预期 我们应该要谨慎一点 好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指标可以去做参考 我们都认为现在A股是处在一个合理偏低的一个位置 但什么时候达到一个绝对的一个低估的一个位置 我认为其实还是需要有一段的距离 但是他会不会到一个绝对低估的位置 然后才反弹才上到来 这个是很难很难说 但是现在已经是一个合理偏低的一个位置 如果你让我给目前的中国股市打分的话 如果满分是五颗星的话 我们认为现在应该是四星左右了 四星左右了 你我们的投资非常低的这个位置 其实是已经非常接近了 所以你以前的这个权重如果比较低的话 那我现在会建议把这个A股的这个权重提高一下 提高一下 好 然后如果你想投资A股 你应该怎么样选择行业呢 我在这里会给大家讲三个行业 那行业是非常重要的 投资A股的话 如果你想十年前你投资的如果是消费 那你一百万投资进去 你的这个performance有447% 那你的一百万的这个principle 加上你的这个收益 你会变成五百多万 但如果你投资的是能源的话 你一百万投进去 你会亏掉四十多万 你变成五十多万 那这样一来的话 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asset 十年之后会相差十倍 相差十倍多 那展望今年我们应该看好哪些行业 投资哪些行业 在这里我们一封中国研究部 每年会看好三个行业 看淡三个行业 中性四个行业 那A股一共是有十大行业 那我们今年是看好电信 就telecom 然后金融 financials 然后还有就是医药 healthcare 这三个行业 那首先金融 金融看好的这个逻辑 其实是比较简单粗暴的 为什么呢 因为金融啊 其实在过去几年 已经跌的非常非常多了 非常非常多了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金融的这个估值 如果我们横坐标是这个市盈率 p1的这个分位数 然后重坐标是pb的 这个分位数的话 就是percentile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金融啊 不管是互生300里面的这些金融 或者是全部A股的这个金融 它的这个percentile都是在左边 都是非常低估 这是一个很低估的这样的一个区间 上面右边是一个很高估的 这样的一个区间 像消费啊 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 跌的是非常多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从15年 就开年中之后 就开始不断的上涨 涨的这个幅度 其实是已经很高了 比较高估的一个位置 但金融啊 它现在是非常便宜的 很多金融股票啊 它的这个pb 甚至它的price 比上它的book value 甚至是小于1的 也就是说 它市面的这个交易价 甚至还不如它的这个账面价值 所以金融股是非常便宜的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像今年表现最好的 金融股基本上是可以排到前三 对 好 然后第二个看好的行业 我们认为是电信 自从18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 中国政府就意识到了 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的这个高科技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5G的这个发展 其实是在国内是非常迅速的 那我们预计了在2025年 这个5G的这个普及率 其实已经会接近4G了 然后每年接下来每年都会有所提高 每年都会有所提高 从2019年中国政府给三大运营商发布这个5G牌照之后 其实包括我现在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 同事都已经开始用上这个5G了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 Telecom电信的这些股票的话 它其实还没有怎么上涨 但它的估值其实并不贵 那没有上涨的话我们预计其实在接下来不一定是今年 至少今年或者明年这两年 电信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它其实也不是特别贵 但是它的这个earning在接下来几年的这个时间里面 会有很好的一个增长 所以电信我们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行业 那还有一个行业的话我们认为是会是医药 医药其实今年是跌的比较多的 如果金融是可以排前二的话 医药的话应该是可以排倒数第一或者是第二 但是我们认为长期应该还是要看好这个这个医药的 以我自己的个人的这个观点来说了 就如果你要投资中国股票市场 比如说给你十年甚至更长二十年的时间 你如果要选一个行业去进行投资的话 我会强烈的推荐医药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这个老年化其实是已经非常严重的 而且到后面会越来越严重 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显现出来 但是大家可以从中国政府这几年的这个政策 就可以看出最开始是独生子女政策 然后后面到开放二态政策 然后到现在的开放三态政策 甚至是鼓励大家升三态这样的一些政策 包括现在打击 为什么打击教育行业 为什么要把这个房地产行业给打击 就是因为人口老年化很严重的 但是像教育跟房产这两座大身 其实是压在每个居民的这个身上 为什么大家不敢生小孩 因为要买房 因为中国有个我们国内境内有个传统 就是如果自己的小孩长大了 其实他结婚之前需要有一套房 然后像我们这一辈基本上都是父母来出这个首付 那这个费用其实是非常高的 所以这是一点负担很大 然后教育也是同样的 各种境外的课外的这种补习办案 所以这个费用是非常大的 那主要就是因为中国政府看到了这个老年化 所以会打击这样的一些行业 那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以国际观念来讲 65岁以上的老人占比 如果超过7% 就是跟虚线的这个现场 其实就已经代表这个社会 已经开始步入老年化社会了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中国在02年的时候 就已经超过了这样的一个比例 02年的时候就已经超过了 就20年前其实就已经超过了 如果最近是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了 那像今年 今年其实有一点 我觉得是比较特殊的 可以说一下 就大家如果去看 中国过去几十年里面 哪一年的这个人口出生率是最高的 我们可以发现了 其实是在2062年和2063年 这两年 因为为什么呢 应该是1963年和1962年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 如果稍微熟悉一下中国近代史的 你会发现 1959年 1960年和1961年 这三年 因为国家的一些政策 导致全面的 大量的这种饥荒 所以导致这个人口的这个出生率 骤减 当然在国内的话 我们把它叫做三年自然灾害 但是在境外的话 当然是有不同的其他的这个名字 所以什么时候才开始 恢复正常呢 刚好就是1962年 1962年 那1962年距离今年 今年刚好就是60年 那60年的话 刚好就是这一批 在1962年出生的这批人 今年刚好就要退休 像我的 像我父母 像我爸爸和我的岳父 他们刚好就是62年出生的 然后刚好就是今年 开始退休 那退休的话 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的话 势必就会增加 这种医疗的这种开支 所以我认为 就是现在是一个投资医药 很好的一个一个时间链 虽然今年年初到现在 低了很多 但是我还是依然非常看好 然后三个行业 一个板块 是哪个板块呢 我认为就是中概互联网板块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 两年的时间 确实也是跌得非常多 但是其实在国内 其实前面伟人 就是我们另外一位演讲者 也已经讲到了 其实像阿里巴巴 腾讯这样的一些企业 从他们开始发展以来 就是一直没有受到监管 近两年才开始受到监管 就是不想让他们做的太大 然后形成了垄断 所以政府会给他们全面的 有着一些监管 但是这些监管 就导致到了市场的这种恐慌 政策的不确定性 那市场的话就开始 他们这个估值就开始大跌 但现在估值了 已经跌到 一个非常非常低的一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阴影部分的这根线 就是估值 它的估值 已经基本上就是 比它的一个standard deviation 还要低一个standard deviation 基本上已经到了两个standard deviation 这样的一个位置了 对 所以我们认为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percentile 是0.96% 也就是说过去历史当中 只有0.96%的时间 比现在的估值要低 我这里用的估值是 PS Price to Sales 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估值指标 对于这个中概互联网 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估值很低的时候 会有一波上涨 估值很低的时候 会有一波上涨 那现在甚至比过往 这种估值点位还要低 还要低 现在的话只有百分之 就是99%的这个时间 都比现在 现在要高 所以虽然它现在跌了这么多 但是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投资时间点 好 最后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如果你投资 想要参与到中国市场里面 来投资的话 我更加建议就是大家去投资 主动管理型的基金 而不是被动管理型的 或者是index 或者是index 更加应该要投资一些 基金经理 fund manager 他们可以进行主动管理的 这样的一些基金会更好 因为中国它是一个弱有效市场 弱有效市场 基金经理 我们有很多散户 有很多这种individual investors 所以他们其实相比于基金经理 是有很强的这个劣势 但基金经理是能够有更好的 这个更多的这个信息 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投资汇报 能够比这个index会要更好 但是像其他的陈述市场 比如说像美股的话 它是一个强有效市场 或者是半强有效市场 那他们基本上是基金经理 专业投资者跟专业投资者去竞争 所以index就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平均值 这就是为什么 Warren Buffett建议 就是如果你投资美股的话 你其实就可以投资S&P500就可以了 你投资中国市场 是不是可以投资CSI300就可以了 那其实不是的 因为中国市场跟境外市场 陈述市场有很大的不同 那它是一个弱有效市场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我们拿index 跟主动管理型基金 进行一个对比 这个对比就是从2015年6月12号 这是近几年 A股的一个历史的一个高位 去进行对比的话 我们会发现index 都是一个负的一个增长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主动管理型基金 他们的average 他们的这个指数的话 其实都是一个正收益 都是一个double digit 这样的一个收益率 好 所以最后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观点 主要是 首先我们认为2026年 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然后 今年来讲的话 我们认为中国的这个GDP 如果能够保持5% 其实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那对于中国投资者的这个 对于宏观经济的担忧 主要是分享了两点 第一点是通胀 我们认为并不太大的这个压力 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债务危机 今年确实就房地产也会收缩 但是不会像2021年这么激进 因为政府政策层面已经看到了 像去年这样做 其实太过于激进 对于宏观经济是非常不好的 那还有的话就是 像今年的话 我们预计这个涨幅 CSI 300 互生300有15% 那如果你想投资a股 我们会建议有三大行业 金融 电信和医药 三大行业 和一个板块 中概互联网板块 然后如果你要参加到a股的投资 你选择投资标的的话 我更加建议大家去投资 主动管理型的基金 而不是投资index 这就是我今天的这个分享 谢谢大家 那我接下来把这个话筒交给主持人 好的 谢谢我们的文风 那最后 让我们有请一中新加坡 为大家探讨新加坡房地产 投资信托的前景与展望 卫师有请 谢谢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我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新加坡房地产投资信托 也就是REITS的投资前景 那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 去年REITS的表现是如何的呢 平均来说 工业REITS的回报最为强劲 那另外呢 Digital Covid的成功上市 引领了数据中心REITS的表现 与此同时呢 一些受疫情冲击严重的百坏 就如那些写字楼 还有零售的REITS 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 唯一意外的是酒店REITS 他们的表现继续欠佳 那接下来我将分享一下 我们对REITS今年前景的看法 展望未来我们认为 工业REITS将继续维持稳健的表现 由于疫情加速了一些 结构性的趋势的发展 市场对经济工业空间的需求 不断的上涨 其中就包括了仓户 高规格工业建筑 以及商业园 鉴于电子商务 e-commerce的这个加速 以及库存管理 从准时 Dressing Time模式 转变为以防万一 Dressing Case模式 以应对供应链中断 预计仓户需求将会上升 那与此同时呢 由于科技业的快速发展 以及这个生物科学等领域的研发活动增加 市场对高规格工业建筑 还有商业园的需求 预计将保持稳健 那让我们从供应方面来看呢 2022年到2024年 仓户供应预计将大约增长5% 其实它是所有工业空间中增长最慢的 仓户租金在2021年的第四季 获得最强劲的增长 同比的增幅爆了2.7% 鉴于供需的这个动态呢 我们是认为仓户租金应该会继续获得强劲的增长 从这个表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些市值最大的几只工业 而我们觉得值得注意的是新师物流商产信托 也就是Phrasers Logistics and Commercial Trust 跟去年的价格还有同类WITS的价格相比 这一只WITS实际上其实是最便宜的 新师物流商产信托简称是Atal City 它是一只地域分散化的WITS 专注于投资物流还有工业的建筑 而近期呢该信托他宣布了 他要从墨尔本港的一处非核心物业中撤职 而撤职所得的这个资金 预计将为该信托提供更大的财务灵活性 此外呢我们还有留意到FLCT在获得无机增长方面 处于有利的地位 信托的钢杠比例就是它的gearing ratio 低至于33.7% 那我们认为这让信托有足够的债务空间 可以从其保存机构市值50亿新元的投资组合中 获取收购这个资产 而在未来的几年FLCT的每单位派息 预计将以1%到4%的年度增速稳定增长 而在今年该信托的派息收益率预计大为5.6% 我们也可以从这张图中看得到FLCT的股价 它是追随其每单位派息的走势 那由于未来的几年 它的每单位派息将会增长 我们是认为该信托的股价也会有上升的空间 而另一支值得大家关注的域是腾飞瑞之 也就是Ascender Street 它分散投资与工业的资产 就包括了仓库 工业园 高规格工业的建筑 以及数据中心 当中我们看好的是仓库 还有数据中心 这类的资产占信托投资组合的30% 而剩余的70%是来自于商业 还有工业建筑组成 他们是受科技还有生物医学的领域 需求的增长所支撑 此外还有18亿的后备资产 可以注入该信托 那我们是认为资产收购的活动 很可能会在今年进行 而在未来的几年 Ascender Street它的美单位派息 预计每年将增长4%到6% 而该信托的这个收益率 预计为5.9% 略高于之前我刚才提到的FLCT 那同样的呢 Ascender它的股价 它其实也是追及美单位派息的走势 而我们也相信未来的几年 该信托的股价 也会有上升的潜力 除了工业REIT之外呢 数据中心REIT也值得投资者考虑 自疫情以来 数据中心变成为房地产 资产列别中表现亮眼的板块 市场上有极大的这个长期趋势 能够让该板块受益 这就包括了消费者在云服务方面的支出上涨 还有人工智能 互联网 还有5G等科技的刑期 以及电子商务 串流服务 还有社交媒体的发展 所有的这些趋势都将会增加数据流量 并从而推动数据中心需求的上涨 大家也可能会比较熟悉的这一个REIT 就是急保数据中心REIT 也就是CAPO DCREIT 这是首一直在新加坡上市的数据中心REIT 该信托它今年的股价 其实大约已经下跌了15% 而它当前的市径率 也就是它的PB ratio 接近了1.6倍 而这是疫情前才出现过的水平 我们认为该信托它的固值溢价下跌 或许有两个原因 那首先呢 第一个原因该信托 它可能会收购M1的网络资产 而该项目如果得到进行的话 将意味着CAPO DCREIT 将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数据中心REIT 而第二个原因呢 是因为有可能因为新上市的Digital COVID 带来了竞争的压力 实际上呢 Digital COVID它的上市 它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毕竟呢 该信托的保存机构 是叫Digital Realty 它是全球最大的云中立 还有云运商中立数据中心的供应商 Digital COVID能够纳入投资组合的后备数据中心 分布于全球各地 市值为150亿美元 就是大约210亿新元 其实比CAPO DC的后备数据中心的资产 还大出了10倍 除此之外呢 Digital COVID它的PB ratio为 大约1.3倍 而相比CAPO DC呈现出了一个20%的折扣 Digital COVID它的派息收益率较低 但是我们认为这是合理的 因为该信托的钢钢率 处于低位的水平 并且它也有实力较强的 这个保存机构的支持 那虽然我们必须承认 CAPO DC的固执看起来比以往更加具有吸引力 但是我们是依然更看好Digital COVID 因为我们认为该信托的增长潜力更大 那接下来另一个刺激板块 它就是写字楼的REITS 随着去年的年初 回办公室工作的人数有所增加 而写字楼REITS的股价整体上也有所恒升 而目前写字楼需求 它主要是来自于科技等成长型的企业推动 而今年我们认为这可能会持续这样的现象 短期来看 租金可能会受到供应量较低的支撑 而在2022年就是今年 预计将会有80万平方尺的办公室间均工 低于历史平均的50万平方尺 不过我们认为协字楼的长期前景依然是暗淡的 因为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 那预计今年之后呢 协字楼供应量会有所增长 除此之外 居家办公加上办公室办公 这种混合模式的形起 最终有可能会导致办公室间重新回到市场 从而引起空质力上升 而长期来看 这将可能让租金面临下行的风险 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认为 多数以美国市场为主的 写字楼里值得投资者留意 因为他们的收益率具有吸引力 并且租金的调高率能够获得强劲的证数增长 就比如说呢 这个吉保泰衡 美国房地产信托 也就是Cabot Pacific Oak USB 它的资产专注于服务快速增长的科技业 令其成为少数表现坚挺的写字楼里值之一 那为与鞋到Austin还有Danvers这些科技中心为信托投资组合 为信托的这个投资组合贡献了62%的进物业收入 而以这个租户群而言呢 投资组合中43%的进口租租 出租面积的租户都是来自于科技 还有医疗保健等成长性还有防御性的行业 而该信托专注于服务科技业 也让他在去年获得了6%的强劲租金上调率 而展望未来该信托仍然还有增长的机会 因为他的平均租金上调率为每年的2.6% 而当前的租金其实还比现在的要价低了大约5%左右 未来的几年该信托的女单位派息预计将相对保持稳定 而在今年的收益率预计将为8.4% 是大幅高于行业平均的5.6% 除了写字Lowish之外呢 去年的一个有所复苏的次级板块就是零售率 那随着防疫限制措施的放松 零售销售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复苏 但是我们也有观察到了疫情它其实改变了消费者的购物方式 随着电子商务e-commerce的这个加速发展 去年的一整年线上的销售 这个零售销售也不断的攀升 那不过呢我们还是有察觉到 成交购物中心相对更加具有任性 因为他们有更多是提供基本的商品还有服务 而短期来看我们也认为零售率会面临一些下行的风险 那受供应年中段的影响 零售商的经营环境将继续的充满挑战 而此外我们也认为今年的租金回扣也不太可能会停止 只是额度可能会有所降低 最后呢鉴于Omicron变种毒株带来的不确定性 也可能会出现防疫措施收紧这种最坏的情况 虽然零售率的它的PP ratio还是低于历史的平均值 但是我们认为该类率的吸引力还是比不上工业 以及美国市场为主的协制的率 此外呢相比零售率我们更看好的是工业率 因为后者是电子商务刑期的受益者 而今天我想要分享的最后一个刺激板块 就是酒店率 由于国际的旅游复苏起步缓慢 在去年酒店率的表现又低于整体率的水平 Omicron变种毒株的出现提醒着我们与疫情的斗争 还远远没有结束 而在这一次世界各国的政府几乎都迅速实施了旅游限制 虽然这有助于克制新变种毒株的传播 但是旅游业的恢复也可能会因此而延迟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呢 短期内我们是认为酒店率缺乏推动其股价重股的催化剂 不过呢我们还相信相对于国际的旅游业 国内旅游业会更快的复苏 在面对这些种种不确定的因素时 拥有庞大国内市场的国家 会更具有韧性 美国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在它的国内休闲旅游恢复的推动下呢 美国酒店市场其实已经反弹到了疫情前的水平 那根据最新的数据 美国的客房平均收入 近比疫情前还高出了5% 那于此相比新加坡由于国内的需求不足 以及国际的旅游业复苏缓慢等原因 客房平均收入仍然比疫情前还低了 19%左右 在所有的酒店密宗呢 亚腾美国酒店信托也就是ARA U.S.Hospitality Trust 对国内旅游需求的传恐最大 而其投资组合中的酒店 它是主要服务于美国的国内市场 虽然美国的酒店市场 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 但是该信托还没有恢复派息 虽然预计派息很快会恢复 但是也可能会因为疫情的重新来袭 而被延迟 从你来说呢 我们是认为今年新加坡 这个复苏的进度将会参差不一 因此呢 每单位派息的增长也会各不相同 其中呢工业还有数据中心REIT 将继续的取得稳健的增长 而酒店写字楼还有零售等 受益于经济重新开放的REIT 则将平缓的复苏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认为新加坡REIT 领域仍然还是有投资的机会 只是投资者应该选择性的进行投资 总体来说呢 我们是看好工业 还有数据中心的REIT 因为它们比较有强的这个基本面 这就意味着投资者能够获得 可持续的被动收入 而在这两类REIT中 我们推荐的是 Phasis Logistics and Commercial Trust Ascender Street 还有Digital Core 我们看好FLCT是因为 它拥有较强大的这个增长潜力 以及具有吸引力的固执 而对于Ascender Street 我们则看好它拥有一个由工业物业构成的庞大 而且是分散化的投资组合 最后呢 我们看好Digital Core 则是因为它的固执具有吸引力 同时拥有实力强大的保存机构 并且也有强劲的增长潜力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看好Cable Pacific or US Week 因为它拥有坚挺的写字楼投资组合 以及具有吸引力的派息收益力 那么关于REIT今年的全景展望 我的分享就到了这里 感谢大家 好的 谢谢会师的分享 那么到这里 今天晚上我们三位主讲人的主题演讲 就告一段落 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主讲人 还有在座的各位投资者 祝大家虎年行大运 投资收益节节高升 再见 晚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